焦點222 轉譯 合成蛋白質 轉譯 將mRNA所轉入的遺傳訊息 翻譯為蛋白質中氨基酸的順序的過程 稱為轉譯 轉入後 移至細胞質的mRNA附著於核糖體表面 細胞質中的核糖體依照mRNA所轉入的遺傳訊息 將氨基酸連接成多泰蛋白質 合成蛋白質時 從mRNA5%端的起始密碼子開始 攜帶特定氨基酸的TRNA 藉著反密碼子或稱不密碼 與mRNA的密碼子互相配對 延長 核糖體可沿著mRNA移動 根據mRNA密碼子依序一個一個接上氨基酸 於是多泰鏈便越來越長 直到mRNA3%端最後的密碼子所決定的氨基酸為止 中子 當核糖體移至mRNA3%端的中子密碼子時 核糖體便分解為兩個次單元而釋出多泰鏈 起始TRNA 起始TRNA攜帶甲硫胺酸 起始TRNA會以其反密碼子 UAC 和mRNA的起始密碼子AUG配對 核糖體 每個核糖體都具有大小兩個次單元所組成 在轉移的起始階段 核糖體的小次單元會先附著到mRNA5%端起始密碼子的上游 帶有甲硫胺酸的起始密碼子 藉著反密碼子 補密碼 和mRNA的起始密碼子配對 核糖體大次單元和小次單元結合在一起 核糖體 每一個核糖體都具有三個供給TRNA結合的位置 E位 P位 A位 P位 每一個核糖體都有三個TRNA結合的位置 E位 P位 A位 起始TRNA結合到P位 起始TRNA結合至P位 A位 則提供給攜帶次一個氨基酸的TRNA結合 A位 每一個核糖體都具有三個供給TRNA結合的位置 E位 P位 A位 起始TRNA結合至P位 A位 則提供給攜帶次一個氨基酸的TRNA結合 E位 每一個核糖體都具有三個供給TRNA結合的位置 E位 P位 A位 起始TRNA結合至P位 A位 則提供給次一個氨基酸的TRNA結合 而E位 則專門供給給準備離開核糖體的TRNA結合 起始 轉移的起始階段 在轉移的起始階段 核糖體的小次單元先附著到MRNA的方端 起始密碼子的上游 在轉移的起始階段 帶有甲硫胺酸的起始TRNA 藉著反密碼子不密碼 和MRNA的起始密碼子配對 在轉移的起始階段 核糖體的大次單元和小次單元結合在一起 轉移的延長過程 在轉移的延長過程 多泰 以一次添加一個氨基酸的方式 逐漸加長 接著 接有一條短泰的TRNA已經在P位上 空出的A位被下一個氨基酸的TRNA所佔據 接有一條短泰的TRNA已接在P位上 空出的A位被下一個氨基酸的TRNA佔據之後 P位的多泰鏈會被轉移至轉移 而與A位的氨基酸之間形成泰件 核糖體在MRNA上 有五方端往三方端方向移動一個密碼子 使得原來在P位已經不帶有氨基酸的TRNA移到E位 然後脫離 A位上帶有多泰鏈TRNA TRNA則相對移動至P位 如此就可以不斷的快速 而且重複的進行多泰鏈的延長 轉移的中指 多泰合成的中指發生於MRNA的中指密碼子 由於沒有任何TRNA能夠與中指密碼子配對 最後在特定蛋白質的協助下 核糖體分離為大次單元和小次單元 多泰鏈則與MRNA各自分離 聚核糖體又稱為多核糖體 一個mRNA分子往往同時有許多核糖體附著 以進行轉移 使得細胞可以在短時間內合成大量的蛋白質 以供應生理活動所需 在電子前微鏡下可以觀察到 在電子前微鏡下可以觀察到 一整串核糖體連同mRNA分子組合成的聚核糖體 或稱為多核糖體 原核生物和增核生物的細胞內都具有聚核糖體 立體 下列有關於轉移作用的敘述 核者錯誤 A選項正確 核糖體先附著於mRNA的判斷 B選項錯誤 正確解答是 TRNA佔據核糖體的P位 並控出A位讓下一個TRNA附著 C選項錯誤 正確解答是 一個核糖體僅能轉移一個蛋白質 D選項正確 一條mRNA可供給多個核糖體依序同時進行轉移作用 E選項錯誤 正確解答是mRNA和所附著的所有核糖體 須在電子顯微鏡下才可